在《金晉新聞》之前有三件事要說 第一件事 我們自從昨天做特價之後 香港制度的法國龍蝦湯 和我們那個裸頭湯 當然是期盤與市 要補貨 好了 其實 我跟大家說 這個湯我是未喝過的 在成品之後 成品之前我試了幾十次 但成品之後我反而未喝過 我們試一下 給點評語 看看龍蝦湯是不是要這麼把握 本來原價是98 現在是59 第三 大家真的會記住這日子 我怕我不記得 今天是6月4日 今天是6月14日 星期二 如果是下星期二 如果這樣計加7日 就是6月11日 下星期四 6月13日 即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什麼日子 難道是容祖兒生日 不是 容祖兒生日是6月16日 6月13日 是我以前 中學一個我暗戀 他暗戀了我幾年 我都不喜歡他 但後來我發覺我喜歡了他 又發覺他不是很喜歡我 通常都是這樣 於是有什麼曾經說出的 但後來其實到尾那時候是喜歡我的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 因為他以前很喜歡我 其實是應該他發覺我都喜歡他的時候 開始轉轉就裝吊高 那我就不習慣溝女的 難道我現在不喜歡我那些呢 Anyway不要緊 那個是他的 56 生日 6月13日 但我不是說那些各位網友 在6月13日 尤其是一個經常跟我合作的 這個是很有毅力的 網友 為什麼他這麼有毅力呢 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出版這一本 Ock Eyes的社群集 不定期的 是 這本社群集 強言我懷疑你頻道 在那裡銷售的數目呢 都是屈指可數 屈指可數的意思 我都不要解釋那麼清楚 我就不知道 他怎麼在街上賣 但anyway不要緊 我很佩服他的毅力 他仍然不斷去 聯絡不同的 少女毛德爾 邀請他們拍攝這個社群 OK 那我當然覺得 我問他 喂 你怎麼沒有錢賺的東西呢 你怎麼做 是不是想追求女兒啊 直擊 他說不是啊 他說不是 是不是就只有他才知道啊 就經常都介紹過很多 就是毛特爾相片 在這個下星期6月13日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毛特爾 為什麼今次我放了這麼多篇放進去呢 這個毛特爾呢 似乎就比我們之前都成熟一點 我不要給那麼多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夠熟了 大家看一下 OK 好了 大家看一下 不要看太多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樣呢 他有畫的姿勢 大家看一下 OK 好了 又咬了你 其實找麻辣撈 可以不可以的 你整天賺了你 我不會買的 不要買的 我真的要買的 我真的要買的 如果給你那拍就厲害了 不要說那麼多 問題 這樣也不要緊 這樣也不要緊 他這個新的牛舌 新條舌 來自台灣 台灣 他喜歡色色的東西 是不是啊 色色的東西 狠叫Bentany 很愛變成你 你想了解更多的東西呢 就去他這裏 OK 我一聽見 他來自台灣 他又 我跟我的網友 我跟我的網友 我說 這個女孩子 他是說 果語的嗎 我的網友跟我說 他說果語的 好 這二十三 帶我自己來 為什麼呢 我們學 語而言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多練習 練習 你知不知道啊 知道啊 所以 我有這個 優麗小姐 優麗 新優麗小姐 她在哪製造 這裏 台灣女孩子 皮膚 白白的看上去 畫畫的 還有 還有她的身材也蠻好啊 對不對 你看 她的身材挺好的 還有她是習慣 詩詩的東西 詩詩的東西 我們要跟她交流 交流多一些 對不對 OK 所以 各位網友 下禮拜四 十三個 下禮拜四 下禮拜四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上次她聽得懂的 她聽得懂的 台灣人會聽得明白我們說什麼的 我的果語 我的果語 台灣賴梳是很標準的 你說我的果語都 非煎糗就難一點 因為他們卷 他們不會利 醬醬 醬醬 OK 好啦 下個禮拜四 好啦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的龍蝦湯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差不多 那就再煮多一會 好啦 各位網友 十二分鐘 多容易 我們做Danny Mabu的節目 OK 好啦 好啦 首先呢 好香 香得很重要 嘗一下 這個呢 我們一包有多少碗 謝謝 四碗 三碗多了 三碗多 不夠四碗 好香啊 五十九元而已 嘩 嘩有很多料喔 對喔 我們今天說的就是有料的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湯的 那麼客氣啦 十三碗你有沒有喝 我之前有喝過 很好喝 很濃郁的 喂你問我 去北雅魚 北雅魚是我們玻璃瓶的 簡直是北雅魚 很濃郁的 很濃郁的 非常濃郁的 很濃郁的 即是裡面的材料 怎樣?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比街上好喝很多 街上有很多古的 你阿倫喝一下 我喝過 怎樣?59 59元? 原來真的有四碗這麼多 大家真的上來買 好有信心 好 還有響網湯99元 是啊,響網湯 我們下次再借賣 上個星期 有聽眾買了一盒很漂亮的 車尼茄 送給我們 我們回去試一下用一個 清洗蔬菜的 洗淨劑 去試一下 洗淨這些 這麼貴的車尼茄 看看效果 會變成怎樣 好漂亮的 粒粒都這麼軟 好了,浸完十分鐘之後 你看看 變成金黃色 這些水就不能夠再要了 現在還是缺貨當中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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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家庭主婦 有他們的辦法 尤其是 日本野菜洗 我們叫他們做 用來洗滴蔬果的產品 其實坊間也不是很特別 也不是沒有 但是沒有人去賣 沒有人去介紹 你不懂的 OK 這一個呢 它一包有多少包 它是這樣的 新的包裝 是一包有50克 在裡面的 我們出張照片看 出張照片看 就是 新的包裝 就不是獨立包裝 是的 因為這樣 它的機器壞了 因為它欠了很多訂單 那我就要它 你不要再等了 麻煩你先出貨給我 OK 就是變成一大包 是 這就是新的包裝 就是50克 是的 50克 它裡面的新包裝 會有涼羹在裡面 OK 一個涼羹 就開一公升的水 兩個涼羹 即是 本身呢 本身呢 它就是獨立包裝的 但是一部機器壞了 這樣就確認了 新包裝 不過就很好 還給了涼羹 沒錯 一公拿 譬如你浸菜 浸果 你是落 譬如你很少 你不用一公升水 你要500ml水 你按一個比例 按一個比例 譬如我家裡 如果有很多人 就回來吃飯 乘兩斤菜心 乘兩斤水 200ml的水 我才夠浸一些菜 那就下兩斤 沒錯 那也不太貴 如果有50克 98元 一包 如果每一次都用兩殼 即是兩公升洗的份量 一包是可以洗39次 OK 即是用39次 除了98元 除以39元 兩元 如果是吃得少菜 一兩個人 就可能更便宜 即是你可能用日子更長 其實我們 跟日本那邊 是訂了幾千包 但是基本上 都訂到八八九九 因為老實說 你這麼少 這麼便宜的東西 你們真的 趕快打電話來訂 或者上來買東西的時候 訂 訂了十包 因為我之前已經是給過我用的了 你呢 很有趣的 你浸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是心理作用 好像覺得好吃一點 我們會覺得好像 味道有一點不同 其實是不是心理作用 因為 最主要 其實我不是說 浮了它的色素 而是 你見到 是稀釋了它的 化肥 農藥 甚至乎 那些髒東西稀釋了 其實不只是顏色 因為 即使是日本 即使是日本的蔬果 都有這些情況 我們吃得這麼好吃 你更何況 我們是偉大祖國 因為 其實日本 是全世界用農藥 第二第三 最多的國家 除非你用專抽質的種植光法 即是一定要下的 那我想說 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 我會賣這些東西呢 話說有一次我老婆 就去第一城買蔥 因為我打火鍋 要下很多蔥 我老婆買了20元蔥 20元很多 那好吧 那好吧 那她呢 她去洗菜的時候 發現她穿上白色的衛衣 為什麼她的衣服 就好像藍藥水那樣 然後她拿蔥出來看 拿紙去抹一抹 糟了 那些蔥原來濕了 一抹六張紙巾那裡 全部都已經變藍色 那我老婆就問 吃不吃得 那她說 不如你試一下 用梳打碎勢 她在網上 那些人看梳打碎勢 可以的 那浸完之後 就好像 那些藍藍的東西 那我就不理了 我也照吃 因為我太喜歡吃蔥 那我今年2月去日本 看展覽會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一檔 她放了很多盆水 在那裡 她就說 用普通水浸 用梳打水浸 還有用她的浸 那個效果就是這樣 那我就 梳打水也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什麼的 即是她會有些少少沉澱物 但又沒有這隻那麼厲害 她這一勁是 所以怎樣勁呢 我買了幾包回來香港 然後就用蔥來試 糟糕 浸了出來的水 很糟糕 浸了出來的水 很糟糕 好像有些坑渠水 很糟糕 很嚴重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手推蔥和圓勢 這類型是最髒的 我試過西洋菜也挺髒的 第二 如果生果是什麼呢 士多啤梨 還有那個車尼茄 反而 士多啤梨浸出來是什麼呢 浸完底層色那些是什麼呢 首先是黑色一粒粒的東西 然後她的貝殼粉 和她一發生 來補過化學骨的作用之後 全部都變成灰黑色的 然後面頭一浸那些 好像 不知是辣還是什麼 很噁心的那些東西 你洗完了 浸完它之後 再用水過一下 嘔心會不會像精 其實 我不知怎麼說 好像我們看到那些廚餘 浸下去 有些水 表面有很多油 然後浸一浸 不知什麼 在面頭那些的感覺 Anyway 其實又不是900塊 又不是900塊 98塊一包 我想你們 無論如何 怎樣都會扔回一兩包回去試一下 試完之後 這個長期我們會有獸 以我們的經驗 很多客人是買5至10包 第一次 Lawrence 我們跟日本仔那邊 你要跟日本仔那邊 看看她會不會再 如果做一部機器 是否以前的包裝方便 其實這樣我都覺得 不是很福利 我就問過有些客人 市場上 是有些人 是故意在日本買回來 一剛好就拿出一個殼 出來塗 用那種方法的客人跟我說 這樣就易於控制那個糧 他說如果我洗好燒菜 我又要開一包 那我就浪費過一包 那我都覺得有他的道理 那你先做著 用這個包裝 都不用擔心 我想說 這間廠 它其實是怎樣說 它很傳統 我很客氣地說 他們的生產力 一天只可以做三百包 我跟大家說 用手做 跟日本人做生意 真的是勞力氣 你真的有金 他們都不會收拾 譬如 有些清酒 我們覺得很好買 你不是訂多 給我100支 100支 我做不了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你真的很嚴重 跟日本仔做什麼 你不去回大陸 我今天去申請 我給了錢 如果有人說 你回大陸看風水 你不回不了 叫他去寫一張圖 你看 農理衛鑑定人士 要看什麼 只要看氣息 當然要看來龍去水 我們繼續去照片 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賣廣告 這個就是日本野菜洗淨劑 98元50克裝 這個星期會到 你喜歡就訂 煙窩 煙窩 很久沒回來 我看到當然要賣這些東西 我有客人訂開幾盒 你要來吃 很快指甲 可能我買給老婆吃 我自己吃的很簡單 一瓶268元 買夠六瓶 每瓶238元 我都不記得 你吃完一次你就不明白 為什麼我們的刺 為什麼我們的意摩 到今時今日 這樣的環境下 我仍然這麼sellable 就是這樣 仍然這麼賣得 因為我真的給足夠大家 收到你這塊錢 好 再去 這個 阿Lawrence你介紹 我想現代的人 出來社會工作 總之在社會上 有很多不同的壓力 或者自己的生活習慣 很容易導致晚上睡不到 或者睡得不好 睡覺 就有很多不同的激劑物 也好 藥也好 但原來 無論是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很多的調查 很多都是依賴藥物 是的 基本上你吃了它 你就睡得到 但是你不吃它 你就睡不到 所以如果是長的 靠食物來說 都不是辦法的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是激劑物來說 要睡得好 那個時間會比較久 因為它會調整你的肝 或者你的長度 或者你調整整個人的循環 才會改善得到 那這種就是想要給一些快一點的方法 那這種快方法 就不是說 令到你個人立刻睡覺 就像安眠藥一樣 它的道理是怎樣 大家都有聽過 乳鐵蛋白 因為之前我們都買得很好 乳鐵蛋白 乳鐵蛋白就是一種 提高免疫力的激劑 原來 他們發現乳鐵蛋白 它還有一種特質是什麼呢 會調整我們的生理時鐘 就像嬰兒子 他喝奶的時候 原來在媽媽的母乳裡 會另外給了一種訊號給嬰兒 就是當他喝奶的時候 他會告訴嬰兒 去到哪一個時候 你就要睡覺了 所以原來乳鐵蛋白 是有另一種功效 就是調整我們的生理時鐘 正常人 大部分的健康很好 又生活得比較正常的人 都是11、12點 眼就12點 早就10點、11點 就會睡覺了 所以吃了這個 基本上如果 可能是兩三個星期左右 就已經可以幫你調整 你的睡眠 那個循環時間 自然 你就會睡覺了 我想香港人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夜鬼 但其實最平均是12點 多 1點 我想也是差不多 我叫你去WhatsApp給我1點 我一般來說都是差不多 你說到2點就開始夜了 真的夜了 這個 我也賣不少 好 再去 這個不是月子蛋白 這個圖 我經常說不到那個名字 這個就是 揭祖唐家 我買得很好 我翻譯 我翻譯 揭祖唐家 我翻譯 揭祖唐家 我翻譯 原來是海藻的表面滑滑滑的物質 就是最多這種揭祖唐膠 而這種揭祖唐膠 它是有一種力量 是可以切斷異變細胞 令到它不要再連接到血管 令到它不要再生長之餘 餓死它 而且不會擴散 沒錯 因為我自己 我家裡有人 是大腸鏡 二至三期之間 做了化療 現在都很辛苦 要揭了個袋 他現在正在吃這一款 他揭了個袋之後 會不會駁回那條腸 這個要再問醫生 現在就是 因為原本做完化療的人 也有上一年多 很累 而且抵抗力跌了很多 但是吃了大概兩三個星期之後 就發現水沒有那麼累 而且不會說 可能下去喝茶 別人咳嗽完 自己又好像 糟了 我是不是又想咳嗽 抵抗力都好像又高了 你記得這隻揭祖唐膠 你給我買的之後 我自己上網查看 其實我不記得是日本哪間醫院 他是很專業 在這個揭祖唐膠 那個研究上 原來他對很多隻 我上次說過 是特別有效的 比如那些胃癌 肺癌 那類 對那些武漢肺癌 他老實說 沒有那麼強的效果 不過他不介意你吃 吃那些 什麼 乳腺 或淋巴 格裝腺 他就沒有那麼好效果 但是對那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器官 他就很好效果 大家可以上網看 不要聽我說 我自己都 在你給我之後 我做過功夫 其實在網上 由於你揭祖唐膠 我想應該是一門很好的生意 還有很多不同 是的 你看到有些牌子 賣了幾千元 你會看到他的網站 有寫很多這些出來 當然 那個價錢是怎樣分呢 首先 那種鐵組唐膠 一定要沖繩 因為全日本 只有沖繩的那種海組 它有一種高提煉的 這種高提煉才會 對二片的細胞 有滅絕它的作用 這個海藻不是我們平常買的 綠藻 是不同的 它是零零四四 有一種特定的海藻 它滑散散的 表面有一層 那種含量是最高的 當然 市面上賣最貴的牌子 它們每一顆 含有3.5克的分量 我們這隻是3克 某程度是少的 但是 我們的價錢便宜很多 但是 性價比 但是我們的價錢 有些人用這個價錢買 是2克這樣 都是可能貴我們 所以大家可以 認定自己的需要 好 另外再多一張相 這個就是我們的微生泰 688元的洗喉水 我都沒有買過 我賣過了 我自己都沒有使用 因為它是有益生菌 即是你的頭皮 據說 將你那些 令到你頭髮不能成長的 因素 分子 油脂 蛋白質 食慣了 但是 就會 陪伴那些好的 給你一些養料理 頭髮 就是這樣說 那我呢 現在我不是特別賣廣告 888元 我是想買了那些網友 那麼久都沒有人 feedback我 究竟你們用這隻洗喉水 用成怎樣 你不要跟我說 頭髮很爽的 都沒有意思 我想看看你們會不會有 先不要說長頭髮 有沒有減少剝落頭髮 好 還有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我們要追尋時間 現在看到 18點16 看到嗎 36 即是我們10分鐘 說這些事情 首先我們說這個 零嚴咒 零嚴咒 因為我現在寫這個政治 實際上會讀錯的 很多人呢 就讀了這個 零嚴咒 包括這個 安敵的網友 其實不是這個 但我這個字 我從小到大都讀了一個 岩子 所以他經常讀錯 首先我們的 天災橫和月 6月5號至7月6號 即是從明天 天災橫和月 今年的第二個 天災橫和月 我們呢 anyway 除了自己沒有平安之外 其實有時間 都默默向天祈求 希望呢 盡量減少 天災橫和 即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李師傅說的 李師傅有說的 OK 好了 我最近沒辦法怎麼看他 OK 這個網友安敵 麻煩你幫我多謝 豪師傅 之前買了那個靈驗咒 他寫靈驗 那個靈驗 其實不是 自己覺得很有用 在美國這邊開車 試過三次以外 都完全沒事 全身而退 連保險都沒有任何影響 之後去日本旅行 不見了東西都找得回 全靠這個靈驗咒 那我們就不敢居公 是否靈驗咒令到你三次以外 都可以全身而退 是否靈驗咒令到你日本的東西都找得回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零可順其有 永遠都是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一個深城 就靈了 好了 根據上個星期 我們宣傳過我們在7月29日做這個 環陰債的法事 又或是授身債的法事 反應就熱電很多 比之前要說的 除了在我的節目之外 你之前有沒有聽過環陰債這些事情 我都沒有聽過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都沒有聽過 我無緣無故知道 我沒得還 原來是這麼嚴重的 通常是不知道的人 多於知道的人 當然 一定 那時候我不管道術也好 佛門也好 我不是廣推的嗎 還是有些人不信呢 我不知道 好了 今天呢 記住我們的環陰債的法事 在7月29日 現在到現場 官法事的人 那些名單 你有沒有聽到 好像有7 不算你們要去的那些 不算你們要去的那班 好像還有 5-6個人去的 OK 那不是很多位了 只有10個位 計算你們其實沒有多少位 當然你可以不用去的 但是有些人要一個儀式感 今天我們可以看儀式怎麼做 這個不是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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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說 還陰債的法事 這個還陰債的法事 是 500元 就是給你們 給我們一百字 我們 跟你算 你到底欠人多少陰債 OK 好了 然後呢 就算還陰債了 譬如 我們是多少 300元 300元港幣 100萬陰 等於100萬陰債 如果你差一千萬陰債 你就要給3千元港幣 你才還不完 但是呢 你可以分期 可以分期還的 當然你也要 看你自己的能力 對 譬如你說 我現在500元 我欠人1億 陰債 那你大家就沒有了 300元是1千萬 3000元呢 港幣 就1億 那不太多了 不是 300萬 300萬 300元就是100萬 1千萬就是3千元 1億就是三皮 那整個法事 一次過的就要3萬500元 OK 那你也可以分期 你也可以分期 當然你也可以一鑊過的 我們不介意 你可以一鑊過的 你OK的話 上次我搞來搞去 我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越早還陰債越好 越小的嬰兒還最好 因為呢 很簡單的 原來是要給息 陰債是你陰監者的債 好嗎 好了 你越早還在你陽世間 聽到這個消息 你就越便宜 因為你原來是要給息 譬如我今年一歲計 都要陰債300萬 你今年50歲 你陰債也是300萬 不過 因為你這50年入面 你要給息 就不是你在陽間做的事 就是我們在道經 這樣說 好了 如果 很多道教和佛教的經典裡面 都不若而同提及這個還陰債 佛說壽新經 即是佛說還陰債 裡面有說 如果常還陰債 可以免除十八種還災 然後限制原文 等你讀這問題 我不還就這十八種還災 不還就這十八種 有機會遇到這十八種還災 其中一兩種 請說 第一種就是 路途波折 內月惡人的災 譬如你行山 就會失機無神標 過山策出來打劫 他原文是 遠路波脈內 被惡人虧損之災 即是像你所說 行山 即是以前走遠路 一出來 被人盯著你 那些人來了 就錢我 一個人而已 還了陰債 不會被人盯著 對 不會被人盯著 第二 遠路風泡雨打之災 不用解 走遠路的 那些風吹雨打很嚴重 就免除了釀災 第三 過江河道落水之災 即是沉船 第四 傾屋 傾屋 塔牆之災 第五 火災 第六 血光之災 第七 奴病之災 即是 那時候叫奴病 滴奴 現在都是肺病 那類 第七 第八 戒閃之災 第九 煙喉閉塞之災 即是被人捏死 那些 第十 就是 落馬傷人之災 即是你一隻馬下來都會複襯 即是墮馬 第十一 就是車禍 車展之災 車展之災 即是被車輪 車禍 第十二 破傷風死之災 即是被風吹死 即是龍捲風 那些 第十三 難產之災 十四 橫死之災 十五 中風病之災 十六 天行時器之災 什麼叫天行時器 就是疫病 什麼疫病 什麼疫病 疫情的病 那些霍亂 那些 十七 頭者自殺之災 十八 官非口舌之災 好的 我們講講時間 老實講 大家信就信 我們不用迷信 佛雪壽生經 裡面這樣說 如果常還壽生前 就是飲宰 就免除這十八個還災 喂 這十八個還災 有些現在就沒有什麼理由 譬如說過江渡河落水之災 那我也不過江渡河 你試一下 我們經常說 我也不會過江 可能就會有 好了 如果還了壽生前 怎麼說呢 這個是佛雪壽生經 裡面這樣說 壽生經其實就是 陰債 就是了 睡又睡得好 一覺就睡到天亮 精神就越來越旺盛 這樣說 你們就還了陰債 你還了沒有 還了 你覺得你還了之前和之後 有沒有分別 不要賣花架回家 當然不會賣花架 沒有騙人 不要像Shirley說你騙人 你要講武術的 我沒有騙人 OK 這些災呢 全部是故經講的 不是我說的 陰債也是以前 一向有人做 只不過是不傳出來 給一些平常的人做 只不過是師父幫徒弟做 徒弟求道 求完道拜師 拜完師師父就會幫他懷陰債 為什麼要幫他懷陰債 就是讓他以後修行的路順一點 讓他免除多些災難 讓他修行的路順一點 但是 菩薩慈悲了 祖師爺慈悲了 將這個陰債 擺出來給其他人做 為什麼 就是你們這些人 沒有道德底線 做事越來越衰 那個圍道越降越低 以前舉了 這個圍道越降越低 在你們神秘學都有類似的說法 如果我們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或者是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震頻是會變得很低的 因為呢 越震頻越低 你就只會遇到震頻低的事情 震頻低的事情 就是什麼鬼啊 什麼妖 類似那些 如果你要跟高維度外星人 有些聯繫或者接觸的時候 你就要把自己的震頻變高 變高是什麼 你要充滿外 這樣就可以跟高維度的物種 有些交流 我們不會用這些這麼難明的言論去說 簡單來說 就是越窮越見鬼 你欺負起來 你自己又不會改變 就只會 說自己有災劫的 老實說 不會有任何行 你去改善自己 譬如有些事情他們做不到 現在真的 我真的有錢又不是很多 我還不到陰債 那份工又不是什麼的 都不要緊 保持信心 一樣去做運動 讀書也好 就不要想起負面的事情 就慢慢慢慢 你終於 都可能找到一份工 雖然不是很理想 就會提升上去 還要有人出來幫你 真的 真的 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也相信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不要做這麼晚了 我們先商量吃什麼 明天就繼續 如果想買靈驗咒的 可以上來買 或者我們WhatsApp 8481079 如果要還陰債的 星期六上來我即場幫你計 即場幫你計 你上來 入了錢500元就可以 入了錢500元 然後你留下連身八字 15戶他們會發給我 我幫你計也行 是的 那星期六 我們就會有 一月有阿楓翔會在這裏 這個星期六 每個星期六都在 除了他說不在這裏 除了我說不空 那個星期六 即場網友應該已經知道誰 就是首長 我們就是看獎 明天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現在很期待 希望快點到下星期六 因為剛才我在這裏 不斷地在看 這些都是來自台灣的 新由李 到時候記得上來 謝謝大家 拜拜